香港最近最热门的话题除了提款机之外 就是这个垃圾征费的问题 这个垃圾的征费就是你政府其实已经说了十几二十年 可以写出来的措施说错漏八出漏洞多多 怎么解释我们都不明白 因为本身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是很混乱的 这里说要贴标签那里又说要跟个袋 然后一时袋又说有穿洞不稳定 那些人拍完片又说这些可能涉及刑事 要找警方就来抓你他这样的 那如果垃圾征费八月就是扼好两次 实施的时候我袋穿了我拍条片放上网 会不会到时已经二十三条立法了 二十三条他抓我了 现在是不是想用这些招数令到大家禁声 是不是肥妈都要抓呢 肥妈他都说浪费啊真是 人家隔了地方是政府帮你分类的 这辆车就收厨余那辆车就收费市 不是把这些责任外判回给你们 而且都不环保呢 我们黑色胶袋不好吗 要特意买多一些这样的胶袋 就更加不环保了 浪费 我连肥妈都拍了片 真的批评你 并且肥妈都你问我都比较猛一点 但今次他拍这条片呢 你看他讲话 对比之下是精明过了的环境局长 謝展环环保署署长徐浩光那些 还要市民被你搞到立立乱就好事 好了 垃圾 之前环保署助理署长胡敬恩就说 好像地拖你嫌贵 十一元一个标签很贵 扔它很贵 电脚脚开两折就可以了 这些家里这么容易有电据 不如说空手道扔它一扑 再不是用口咬它 咬碎它 就是低能 但原来 你不要以为贴标签 那些问题他就搞定了 你知不知道 其实有两只收费 一只贴标签 一只按重量收费 如果按重量收费 那只贴标签 就变成双重收费 你就亏钱了 那即是怎样 原来他要分 如果是食环署 就是那些车 或者是跟食环署合作那些 承办商那些车呢 那是压缩人的垃圾车呢 就按标签它收费 如果是非压缩人的垃圾车呢 就按重量收费 那即是什么时候 找什么车你不知道 你就看看你物业管理公司 什么的不同做法 很多时候 你可能把垃圾推到 食环署垃圾房就没问题了 但你在自己屋院的垃圾房呢 你就把大人垃圾推下去 贴了标签 但别人物业管理公司 你未必够人手去和你分类 他都去call那些私营那些 非压缩人的车 和你收拾垃圾 然后放去堆田托区 那入责费呢 就是磅重 那就跟重量去收费 所以你贴了标签 都没用 就是会浪费那些钱而已 那按重量收费呢 因为他不知道那些垃圾是谁 他不管你嘛 就全部垃圾收集在一起嘛 就整个屋远摊分的 有些就说 我都没有扔大人垃圾 无端端又要拿钱帮忙去给 会製造很多混乱 基本上就是 我刚才说完那些 你都未必听得明白 他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很混乱 正等于 譬如有些 是什么类型的垃圾 是什么类型的垃圾 它是有多大的尺寸 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特色 重量 面积 体积 这些 我扔一件垃圾 屠迷又要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又要这些东西 要量它多大 这些麻烦都不得了 扔一件垃圾 你不要这样搞 还要填表格去管理公司 填表 我现在不是申请BNO 我现在不是申请入入学 无故要填表我想扔垃圾 你说真的复杂到 还有物业管理公司 那我们怎么办呢 都不说那些沙毛 村屋 那些大厦 那些居民 那些情况 我只是说那些屋院 都已经是这么复杂 环保署放心 有四招 就建议那些物业管理公司 如何去做这些 垃圾征费 就是第一 如何捉住那些 违规扔垃圾 吓到它以后 不要再扔 第一天就叫 那些保安 多些它巡楼 巡下有没有那些人 那些人 违规扔垃圾 我心想保安 那些人不是他负责 他负责保安 垃圾 都要管买 我不是执法人员 你可以怎样 你发不了告票 他给他 你和人家说 别人不要理 基本上 你叫他已经没有空 还要多多些楼 平时都要一两次每天 现在还要多多些楼 一旬二十次 走到你 有五十层楼 那些保安 就是多多来不少 第二招不要紧 安装闭路电视 安装闭路电视 一层楼 十八个单位 你安装多少部闭路电视 安装闭路电视 要找人有个室在里面看 要请多少人 要请这么多人手 安装闭路电视 管理费要加多少 如果你想证明 如果香港那些住村屋 珊瑚大厦 那些堂楼 那些你是不是又 政府又要你自己安装呢 你安装了之后 那些人不说私人的问题 就是说那些费用 你要请人 你政府预计过 那里花了多少钱 可能垃圾的清费 当你增加收入一百元 但因为要安装闭路电视 请人去看闭路电视 二十四小时不断去看 那里的成本就五百元 结果就是 就是这样 那些支出就要大了很多 不要说什么减费 不要说什么环保 不要说什么增加收入 基本上做不了 好了不要紧 第三招 如果證明昆臣发言 某些陈素的垃圾桶 有一些不合规格的垃圾袋 你就贴大厦的告示 心想 你贴个告示 我真是害怕 平时那些人什么高空摘物 乱包烟头 你怎么贴告示 那些人都不理你 而且譬如一层楼 这么多单位 我说那些我没有份去 就是 就是 违规 那他就觉得自己很不服气 很不抵 就是你变了就是 因为这些措施都没用 还有第四招 第四招 就是很厉害 环保署是环保署政府 怎样建议那些物业管理公司 怎样去捉那些违规住户 呢 埋伏 哇 一看以为捉张子强 或叶介欢 要走到埋伏 那又埋伏了多少人 难道你失过职员 在垃圾桶里面 一打开盖 抓到你了 你这个垃圾袋 不是政府那个 是不是低B 这个就是环保署 你还要的嘛 就说那些垃圾车司机他来到 那些屋远支撑工人 照着那些违规垃圾想扔下去 你可以阻止他不收他 好了 第一 你就是淘添冲突 别人开车 那些都要我管买 那就不关我事了 第二 我当了 他真的不给你那些违规垃圾袋 那些车放在垃圾车 送去将军澳 你又得那些垃圾放在欧丑 一天就说十代 第二就加到十代 第三天就变成三十代 第四十代 那又是很严重的卫生问题 好了 多年后就因为这么多东西 不清不楚 你还要环保署署长 徐浩光就说 不是我们宣传有问题 政策有问题 是你市民不想搞清楚 如果你们自己不想搞清楚 怎样都不清楚 我就要赖回市民 那郑芝麻出来帮他说话 可能他有压力 有时有压力之下 都说了一些你都不知为什么的说话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你试下如果我做错事 我跟他老板说 我有压力 错了又怎样 亂说话又怎样 就是因为要就23条 李家销真字拍板 因为说今次垃圾征费 都刺激到政府 不是 今次垃圾征费 已经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被人不断批评 怕要连累政府推提新政策 包括23条立法都会受到影响 那些负面程序会继续蔓延 而你知23条立法 不可李家销 不可失诛交臂 这些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好 好好看 看给上面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将垃圾征费押口 但你见郑芝麻的解释挺好笑的 为什么不是6月7月 学生在考试 8月放暑假就可以垃圾征费了 我说阿爸学徒 你是借钱还你不是赛若年 你不是交个谷 学生考试还是放暑假 关几时推垃圾征费什么事 原来说8月才是最好时机 那开始为什么不是8月呢 初初又或者上年底或者今年的年头 后来就是4月 现在就是8月 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押后是因为你们很多东西 写政策的时候没有心思熟虑 带头制造混乱 连立法会通过了两年多 也整个社会政府 相当了十几二十年 都尽可以这么多混乱 就证明你本身的能力问题 连这个垃圾征费里面的条文条例 都没有很离地 完全跟市民的生活的触驳 就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才会有这么多错漏白出的问题 这次政府成功继林郑之后 就reconnect了 左中有什么红蓝绿啊 什么阵人路有乱啊 都骂你 甚至搞到还要随时报警 垃圾袋问题拍片都不行的 但是还要好好笑 你政府环保署自己做了一条片 说我们的垃圾袋没问题 都被网民和传媒发现圈了 说这里就穿了洞 洗洁精的津 原来都蒸穿了你的垃圾袋 那你说什么呢 又说到蚊子不会破坏 不会撕裂 说很劲 说到好像避丹衣那样的款 后来被人串你 是呀 子弹射都射不穿 其实都是讨刺你政府说的东西很夸张 但实际上呢 出来的垃圾袋 又是被人发现很多问题 又说很多物料分解不了 就说不要说解释 分解不了 但是有时分解到的商人才更加不环保 那你就说完了 我们是要 说真的 你政府其实本身 你看回外国例子 人家幼稚园开始教 是要十几二十年慢慢由教育它开始 你香港不是没有做三式回收了 但后来这些市民不做 因为发现你政府根本是带头破坏那些三式回收 分了类之后 当你收拆垃圾全部倒回在一起 因为香港根本就不够三式回收商 好了 说厨余 香港有几多部厨余机 有几多市民见过厨余机 用过厨余机 你现在只有几个屋邨在试行 连配套都没搞定 你最少不要说一个屋苑 一部厨余机 你不要说一屋楼一部厨余机 一栋楼一部有没有 或者整个屋苑一部有没有 都未必有 连最基本的配套都没搞好 然后现在可能因为经济不好 就要重点是征费 不是垃圾是征费 你问我垃圾的就是那班官 垃圾的就是这班 写个条文出来的他这班人 唉 连到垃圾征费 你都搞到是这么混乱 这么大头发 你说其他层面 香港政府 那管治水平是怎样 大家有目共睹